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候 它会藏在高楼内居高零下 将更容易捕捉到目标 太好了 这样就更万无一失了 事成以后 你们从后门撤离 会有一辆深蓝色的汽车接应你们 这次 我们志在逼得 好啊 那我就预祝你们成功 先生请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现在先生可需要什么忙 我需要 好 那好 你先休息 经理 电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是我 两点 两点 古西经 广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三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三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吴侦探 好 别忘记让廖经理签个字 行 多谢 好 走好 我找廖经理 是 吴侦探 真是太不想看了 廖经理刚刚出去了 跟您差不多是前后脚 他去哪儿了呢 廖经理没说 刚接了个电话 匆匆忙忙就走了 他有没有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 也没说 吴侦探 您如果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 可以先到廖经理的办公室 稍微等一等 好吧 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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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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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兴打电话给我 说要给我一份重要的东西 看来这个 就是他要给我的重要的东西 沙恩说是为了得到 这个重要的东西 所以杀害了孙兴 他杀了孙兴之后 从孙兴手中 夺取了这份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匆忙之中 他把这块小纸条 落在了孙兴的手里 小赵 小赵 到 什么事儿 爸 我让你去查上海 所有贸易公司 带通知的 看看是否有相关的联系 查得怎么样了 我 你如果查不到的话 以后不用见我 也不用来寻物方了 走 是 你怎么对他那么凶啊 我那是爱他们 我再帮他们 到了吧 谢谢 你要的货 我早就准备好了 那可都是些紧缺物资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各个地方辗转搞到手的 你原来不是要得很急吗 后来怎么又不急了 前段时间 不应该有点麻烦吗 真麻烦 不提了 不提了 提起来放上会计 反正这麻烦呢 我已经解决了 好 解决了就好 我今天约你来啊 就是让你提前交货 你我做生意 也不是头一回了 我呢 也不是什么外语 您要的那些货 可不是一般的货 不是军用物资 就是竞销物品 而且要的数量 又是如此之大 这要被查出来 那是要被杀头的 您得说句话 也好让我心里也有个底脸 我没这个金刚钻 敢揽着此就过 您的意思是 不是我不敢说 只怕我说出来 会吓你一大跳 您是说 有这些货的 莫非是日本人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我知和老人 我知 你才不得道 我知 你看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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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尼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方局长最近在忙的确实 哎呀 忙啊 忙着为他人做驾驭呀 可不是嘛 为了奥塞鲁这部戏呀 方局长真是没上偶心地穴呀 刘经理说的对 如果不是仰仗着方局长前后张罗着 我们这个戏的上海公园也不会有如此的盛况 在这里我要感谢方局长 来 我们大家敬方局长一杯 来 该敬方局长一杯 哎 桑尼小姐 你言重了 这个戏之所以如此火爆 主要还是桑尼小姐演技出众 入目三分 为市民喜闻乐见呢 况且 久富盛名的香港皇家剧团能够光临上海 也是为沉闷的上海戏剧界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我呀 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哟 我看哪 那说戏 倒是应该都是吴航长 什么吴航长这样的社会名流 对这个戏的太爱支持啊 怎么又帮我扯上了 我何公之有呢 方夫人言之有理 我看呀 这杯酒 吴航长也是一定要喝的 对 该喝 该喝 好 先生 我去周围尝一下 吴航长 我有一事要扶你杀你 方局长带走我 下个月 上海文艺界有一次大型的一眼活动 为华北的难民募军善款 到时候 还望吴航长多多支持啊 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的 好 请 谁呀 有什么事吗 保险夫人 是酒店立行检查 那进来吧 谢谢 华哥 夫人 打扰您了 再见 好 我让他们走 麻烦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有什么话 要不能说吗 我们去哪儿 对 的 我知道 有什么事吗 都入呈了 都入呈了 八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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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是历清检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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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这位机先生是酒店的例行检查 没关系 请便 先生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没关系 记得把门带上 波瑋 别这样 这儿人多 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我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 你要先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嫁给我 嫁给我好吗 侯选 您有没有看到过三年小姐 刚才好像看到我那边走路 我现在要走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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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不愿意 我 你不愿意 我 杀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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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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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是你已经伤害我了 你已经伤害我了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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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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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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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见客 请您马上离开 让我进去 少爷 我们不想对您动手 还是您自己离开吧 三弟 三弟你出来 你为什么不可见我 三弟 你进来吧 为什么离开我 你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 你现在回来是为什么 你说话呀 因为 因为我是个爱慕虚荣 贪图富贵的女人 当初我不告而别 就是为了去香港嫁入豪门 这段婚姻 不仅让我很快地 跻身到上流社会 还圆了我从小的明星梦 我很快地成为了皇家剧院的台柱 成为了众人仰慕的大明星 是为了众人仰慕的大明星 我回来了 是因为我离了婚 我和吴伯伟在一起 是因为他能给我想要的一切 财富 财富 荣耀 和地位 我想 你已经有了全部的答案 你满意了吧 我不相信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需要财富 需要地位 需要荣耀 这些我都能给你 但你为什么要舍尽求援 你 你有什么 不错 财富和地位 可那都是属于你父亲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私家侦探 靠着偷拍和跟踪来谋生 这一点 难道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 这真的是你的想法 我承认 以前 我确实对你有感觉 可是那早已经过去了 那个时候的我 太年轻 不安事事 这两年 我经历了多少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过是一个女人 我特别害怕 过漂泊不定的生活 尤其是现在 身佛乱世 我需要安全感 而这一切 只有你的父亲 可以满足我 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我至少有权利知道 你那天为什么让我绑架你 那 那 那是因为 我那天在街上 差点碰到我前夫家的人 我不想跟他们打照面 更不想让那两个保镖看见 告诉你的父亲 我不想跟我的过去 有任何的瓜葛 所以 我不得不让你 拧开保镖 是 我是利用你了 那是因为 我早已经对你没有了感情 如果 你是因为这个而生我的气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向你道歉 可怕 太可怕了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真心爱我父亲的 还是对他另有所毒 其实 我早已经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 我心里只爱着你的父亲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 你走吧 你走吧 不要再来纠缠你 我 我在 我 我不想干了 我求求你们了 让我回香港吧 让我回香港好不好